細分的 我們剛剛是巨森的法我值的大大 的粗分在粗地 它現在是二地的時候 它怎麼從粗地變到二地呢 它是對峙了巨森的法我值裡面的 大大的細分的我值的那個時候 它就進入了從粗地的第三根本錠 進入到了二地的無間島了 也是二地的根本錠 可是它也是就是 就是情況上你根本不會了解說 好像它從粗地變到二地了 它根本是一樣它是一座當中 這是一連貫的 就從第三根本錠到無間道 到蟹都它就是一座的 可是它的心性的一直這個 它獲得功德就會不一樣了 它到正對峙那個時候 它就變成說什麼 就是二地的無間島 同樣獲得了這個滅地呢 就獲得了二地的洩脫島了 再到後得字 再到了第二地的第三根本錠 同樣到第三地的時候是什麼 就是它就對峙了 因為是不是前面的巨森的法我茲 太粗分了 那個夠太重了 所以它才會分大大的粗分 跟大大的細分 後面的那個大的中呢 它就不用這樣分了 它就在三地的時候呢 就是對峙了巨森的法我茲的大中的 而到四地呢就是大小了嘛 到五地就是了中大 到六地就是中中 到七地就是中小了嘛 那到八地的時候是我們講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在教發新的時候 是不是講說 凡夫地為 之良道 家行道 有 不清淨八地是 粗地到七地嗎 清淨三地是 八九十嗎 現在也知道為什麼它叫 八九十的 就是說它為了是要對峙 巨森的細細的 巨森的我茲呢 它要時時刻刻正的法無我 如果它沒有時時刻刻正的空性的話呢 它的力量是不夠 不管以前的話呢 在這以上 它都可能有時候有了解空性 有時候我茲又升起了 有時候又了解空性 有時候我茲升起了 就是這個時候是很難一個 一個平衡感 因為它要在後得志的時候呢 它要修得菩提心的時候 我茲又很容易升起了 如果我要修五五我的時候呢 我又沒有辦法修到說 菩提心了 就它是一直這樣一個很拉鋸的站 它是一直這樣這樣子拉鋸的時候呢 到八地的時候呢 不管它是在根本定或後得志的時候呢 它是時時刻刻正的空性了 它已經不再會有去執著 我再不會去執著說 你大家是地時存在了 雖然還有什麼 我會顯現我會看到 可是再也不會有那個執著了 所以為什麼在經書這邊來講的解釋 就是它說 這對我們了解空性很有幫助的例子 我只是說像魔術師的例子 在這個七地以下的時候呢 我還會有執著說 魔術師所變出來的魔術就是真的了 哇這個太 哇這個人好厲害 他怎麼變出這樣的魔術了 我還會有這個執著了 在八地 九地 十地的時候呢 這等於說什麼 他們舉的例子說是魔術師本身 因為我的戲法太好了 我自己都被自己的眼視所騙到了 而我的眼睛是看到這樣子 但我根本不會有那個執著 因為我知道說 這不可能是真的嘛 就是一個戲子而已 就是它一種障眼法而已的 但是我顯現出來了 可是最後一個是什麼 完全沒有被騙到 它完全好像是慢動作了 把它一一拆解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裡面都是有機關的 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到八地 九地 十地的時候呢 為什麼它叫清靜的 就是它我只是 雖然沒有斷除 可是它把 有可能在內心生起來的這個機會 都完全降伏了 完全的去 不可能再有任何生起我直的這個機會呢 我們叫它清靜三地的 它時時刻刻都有這個 無我的 就是法無我的見解都有了 所以為什麼在八地以上 也時時刻刻是有新菩提心呢 它時時刻刻都一定會有依著 想要去趨向著 成佛之道的這樣子 它一定會有 不是只是發怨 而是真實的在屈辱這個地方 所以到八地的時候呢 八地的地方是 它開始對峙了 是什麼是 小的大嘛 巨森的我子裡面的 巨森的法我子裡面的 小的大了 而到九地的時候呢 它開始對峙的時候 什麼是 小的中了 而十地我們又會分前跟後 我們有說最後面的跟最 應該說 我們說 我們就要說 初 無間道跟後 最後無間道 初無間道是什麼 是因為 已經只剩下最細細的那種的 法我子的時候呢 這個太微妙了 它太細分的時候 所以也是很難去除 所以它又會分兩段 又說 小小的粗 跟小小的細分的 所以在與十地的 初無間道的時候 它是對峙了 巨森的我子的 小小的粗分的 所以它這個去除之後呢 到了最後的時候呢 它在十地的 我們講到十地的 最後的 五間道的時候呢 它是對峙了 巨森的法我子裡面的 小小的細分 正對峙 從這個時候 所以它還 也是一樣嘛 我們從這個是 從 因為它沒有要跳地 所以它就只 在十地這邊的時候 它雖然有前跟後呢 它就只有說什麼 無間道 謝托到 後得志 到無間道 它不用第三根本地 因為它的 沒有要跳到一個更高一層 可是它 因為為什麼它了解了 要智慧夠 它還是 福德之良還是不夠 要最後成佛那個階段 的福德之良 還是不夠的時候呢 它去累積福德之良之後 到最後 進入 根本地的 這個叫我們 最後最後的無間道呢 它是對峙了 巨森的 小小的 細分呢 到第二剎那 它斷除 獲得這個滅地的時候呢 是什麼 恭喜了 就是所謂的 成佛了 也是說什麼呢 斷除了所知障了 也是所謂的 斷除了二種的障礙的滅地獲得了 或者一切種子也就是這個了 這就是一切種子的果位了 沒有別的 一切種子不是說好像它忽然從不是全能變成全能的 不是它就是在內心的修持這樣子不斷的斷除一切的障礙 一切的煩惱的時候 這就是所謂的佛了 它就是所謂的成佛的這個階段就在這邊了 那同樣我們剛剛講說 這十地大家略略的了解了之後呢 那我們上次為什麼會提到呢 它這一段是不是一直獲得不同的滅地 一直獲得不同的滅地 一直有獲得滅地的時候呢 所以以中觀秩序派現在我們在看到的 譬如說是靜命論詩 我們今天這邊看到的普遍的話 有兩個就是秩序派的論詩 這一個是輕編論詩 最後面那個是靜命論詩 錢跟偉是 錢的靜命論詩是隨經部中的的秩序論詩 最後那個靜命論詩是隨於潔行的秩序論詩 和中間這個是躍成菩薩 這個是極天菩薩 而這兩個是映成派的論詩了 可是我們今天講的見解的話 我說如果有錯誤他們要負責幫我來解釋了 我說如果說 可是如果是的話 有他們的兩位的見解來講的話 是說在於煩惱上 這個人的話 他在修行的過程 一大盛的修道來講 他去對峙所之障的時候 因為他依著更強烈的 要的時候 他這個所之障跟煩惱是 並行的這樣一一一一一一的斷 是並行並行的斷 所以他雖然我們為什麼常常在經書說看到說 煩惱是 菩薩是雖然未有刻意的去斷除煩惱 但如同像阿羅漢一樣的去斷除了 或者他就是雖然沒有斷除 可是跟他一樣的時候 他在這個時候根本他沒有 刻意說我要把我的 我自己心虛的煩惱去對峙 從來沒有在注重這個東西 他就是注重在於說 修菩薩行 根據了知法無我 但是他在見道的時候 他獲得了斷除 法我值的滅地的時候 也是跟著他 如果說斷除 騙計的 potential的我值 斷除騙計的 出分的法我值的滅地 也都一起獲得了 他是一起獲得了 同樣他在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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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斷除 巨生的法我值的時候 每一瓶每一瓶 他與他同等與他相等的 普特求羅我值 巨生的普特求羅我值也是跟著去除掉了 每一瓶每一瓶每一瓶也是跟隨著 巨生的出分的法我值也是跟著去除掉了 所以上次我們是不是跟大家略略解釋 秩序派的看法是說 如果當然是剛剛我們也略講了 如果他是先一小聖道的時候 他就是先把所有的煩惱的這一分已經去除掉了 在於大聖的時候 他也是一一一一一一的去除法我值 但是如果有一個是最聰明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我為什麼要 這個很冤枉啊 你不用依靠這個道路 你不用先去去除煩惱障 再去除除除分的法我值 再去除巨生的法我值 這等於是你在繞遠路了 是不是等於說像我們去醫院的時候 比如說我用一個藥 我就可以把這個所有的病去除呢 我只要吃那一顆藥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又吃三顆不同的藥 很冤枉嘛 就吃了很多不需要 或者比如說我打一個針我就可以全移 你為什麼要打三次啊 受到不需要的痛苦嗎 每次都被打一個針啊 你打一個針就全部可以的話呢 那同樣菩薩他就是說 他依靠他這個道路他就可以了 他是依著更強烈的藥 更強烈的對峙呢 他可以一次把他所有的對峙掉了 所以他是在與法我值相等的普德喬羅我值 就是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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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行這樣斷斷斷斷斷斷斷 我們上個禮拜有略略叫 這是秩序派的斷除滅帝的方法嗎 可是映辰派他的看法就是我們先不詳細的去介紹 可是他的想法是說什麼呢 喔這是不可能的發生 不可能按照你們兩位論事 現在要換這中間兩位的論事的見解了 這是看起來比較兇猛的那個是月身菩薩 和比較激進的那個是吉天菩薩 這兩個是應神派的那樣子 他就是說什麼的話呢 他說不可能有這樣子 不可能有說煩惱之上跟所知之上 兩個並行的斷除 為什麼不可能並行斷除呢 因為是說你初分的東西都還存在 你根本碰不到那個細分的東西了 別的是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可以同時這樣並行並行並行 可是他們的看法是說 你連初分的這個東西都還沒有斷除的話呢 你怎麼辦法有攻擊到那個細分的東西呢 所以要先把所有的煩惱道全部一一斷除呢 這要斷除是什麼 他就是說同樣跟我們剛剛解釋的來講的話呢 他用煩惱障分的就是有可以分 煩惱障跟所知障一樣可以分大大大中大小 一樣這樣分的九品的時候呢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在煩惱障的時候 什麼是在出地的時候去斷除了就是 大大裡面的出分的 一樣的大大的出分 就是見到的時候一樣是對足騙濟的 騙濟的煩惱障喔 他是騙濟的煩惱障 而到巨生的煩惱障呢 是什麼是在於修道的出地 修道的出地也是 巨生的煩惱障裡面的大大的出分 2D是大大的細分 3D是大大的小分 4D是中大 5D是中小 6D是中大 7D的 5D是中的大 6D是中的中 7D是中的小 到8D的時候他會分出跟後 到8D的時候他會分出跟後 出的時候是說什麼 他是同一個時間斷除了煩惱障的 細的大細的中細的小 有些人就會那時候在這邊他就問了 中和普大師說 怎麼可能有一個人是斷除了 細的中 細的大 小的大小的中小的小呢 應該是要個別個別斷呢 他說這個 你不用什麼懷疑 因為在於大聖的道的 福德之良夠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一直斷除 例如說什麼 他說在例如我們在祕法裡面會講到說 我依著 我們有所謂的五次地 五次地當中呢 裡面有第三次 我們在應該說 第四次地是有叫光明的 他依靠著光明 可以同一個時間 對峙的 跟片劑的我子 他是同一個時間把這個 所有一切的巨生的我子 跟片劑的我子 可以一時斷除一樣呢 那大聖筆 剛剛下部派所說的時候呢 他用一個的出八地呢 他可以對峙了 煩惱障的 所有的小品的 那一次的小大小中小小 可以一次的斷除 他也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在悅真菩薩的 《入中論》的 治世裡面有講到說 乃至未斷除 煩惱障呢 是不會開始斷除所之障 這在我們《悅真菩薩》的《入中論》《善寫秘書》 對不起《入中論》《治世》 以及中國佛大師的《入中論》《善寫秘書》當中 都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說八地會分出了上下二品 這是在於出八地的時候去對峙 斷除了煩惱障 到後的時候開始才要斷除了所之障 所以所之障的初分 在八地的後半段去對峙跟斷除 所之障的中品是在於九地 所之障的小品是在於十地斷除之後 也是一樣到最後的時候 有所謂的細細裡面的初分 小小裡面的細分 和在最後的 所謂的如同金剛般的修道 對峙這個時候 第二剎那斷除了所有的最細微的所之障的時候 也就是所謂的我們叫成佛 或獲得佛的果位 所以我們今天是略略的在介紹說什麼 是因為大家一直看到我想說獲得滅帝啊 而不知道這個五道在講什麼 所以以後我們大家如果應該也是很多的複習 有幾個我想說把講清楚一點來講的話呢 是說我們五道的話是說什麼 就是知良道 嘉行道 劍道 修道跟無學道 無學道是什麼 它是它獲得這一聖的最高的果位 不代表說它是沒有學的 所以為什麼有說聲文的無學道嗎 獨覺的無學道嗎 或者大聖的無學道 大聖無學道就是成佛的嗎 所以我們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講了 雖然一般來講的話 知良道 嘉行道是所謂的凡夫 但是有一些的特例 有些什麼特例呢 比如說它先獲得了小撒阿羅漢的果位 它再進入到大聖的時候呢 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說這個人是聖者 它不會因為它進入大聖道 它就不是聖者 它已經獲得了道地 也已經獲得了滅帝 但是它是什麼呢 它是大聖的凡夫 它是大聖的智良道 大聖的嘉行道 大聖的凡夫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沒有危害到大聖的敵人 它沒有獲得大聖的滅帝 也沒有獲得大聖的道地 我們所謂的阿羅漢 阿羅漢這個地方是說什麼 它是說 它的這個意思在梵文 阿羅漢就是梵文的詞 阿羅漢是說什麼是 去除敵者 或者斷除敵者 去除敵者的意思 所以它每一層每一層 有它自己的敵人 它的自己要對峙的 所以是不是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 縱使它已經獲得 它已經斷除了小聖的敵人 但它還沒有斷除大聖的敵人 它在大聖來講 還是說你還是菜鳥 你還是新手 對不對 我說你還是新手來 你不能這樣講 所以它是大聖的凡夫 那它還是聖者 那我說它是什麼聖的聖者呢 我們應該說它是 你不能說 它也不是小聖的聖者了 它也不是大聖的聖者 為什麼它不是小聖的聖者呢 因為它已經沒有小聖道了 它興趣當中的小聖道 完全捨棄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所謂的小聖道的話 都是所謂的 中世道的心事 中世道的心事 中世道的心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只是為我一個人去希求 洩脫了果位 或者以諸如此類的心事來做的時候呢 這叫說是中世道的 而它進入大聖的凡夫的時候呢 大聖的聖道呢 它的心去中已經沒有中世道的心事了 它只有所謂的共中世道的心事了 這個共中世道的心事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什麼 它還是有為我自己希求洩脫 可是它從只為我一個人希求洩脫 變成說我為我自己去希求洩脫的心事了 所以不是說要進入大聖道 它的出離心就要捨棄掉 反而它進入大聖道的 它剛剛以上的小聖道的出離心 應該比它百倍千倍的力量更大了 所以有些人說你要捨棄出離心 或者出離心要降弱 你升起出離心 如果你看太多空氣你會升起出離心 我升起出離心最好啊 為什麼不要升起出離心呢 反而如果是說要升起大聖的心來講的話 它的出離心沒有相等的力量來講的話呢 不會有菩提心的 只要有相等的力量來講它才會有 你自己都沒有為自己想要脫離痛苦 你怎麼可能會想說我幫他人去脫離痛苦啊 這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狀態的啦 所以呢它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它雖然是以前有獲過小聖的聖者的果位 但他把小聖的道都已經捨棄掉了 就是只為我一個人 希求 洩脫 以及這個心態 它的方便我全部都捨棄掉了 可是我可以依著這個方法 可是它已經不是小聖的道了 就像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同樣我是丟垃圾 丟垃圾是一樣的方式 可是一個是我以前只是 只為